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试过程中 高考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心态 心态是高考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软实力 这个东西的话虽然不像我们学的知识 就那么有看得见无得着的东西 但是它很有可能会在你的整个高考中 起到非常决定性的作用 甚至是改变你一生的命运 而这个心态就决定能发挥的是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像海军的话 它在高考中能发挥的这么好的话 很重要的一个应该可能就是 它在心态方面会有一些东西 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海军 然后给我们交流一下 就是说他自己的一个经验 就是关于在高考中 整个考试或者高中阶段 如何去塑造自己的心态 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吧 我觉得心态总体一个方向 就是要前期建立目标 后期淡化目标 比如说我们在高中入学时都会填什么理想大学之类的 前期就要 这个目标就可以让你一直有动力 但是到了后期 或许这个目标会阻碍你的前进 就拿我举个例子来说吧 我曾经就也想保第一 毕竟第一谁不想要呢 但这严重的影响了我考试的时候的心态 我就会很焦急 我这个题做不出来了 怎么办啊 或者考后 哇这是神气下降了 没有第一 哇塞我的人生完蛋了 但是后面我的化学老师就和我讲了一句话 打不了老子今天是不考打一手 然后我就后面就逐渐的磨练心态 就在平常就是在平常就少一点功利心 多一份对知识本身的这种亲切感和敬畏感 从那以后我就对就不会有什么 我要考理想大学 我要进前校前十这样假大空 姑且说假大空的套话吧 然后就对平常成绩的波动 或者考试排名的滑铁罗 也就没有很大的感觉了 我觉得考试的时候 就是每一个同学有几次考试的失败 像我有几次考试的比较失利的 就是比如说有几次理中考试 就考了250多分 当时就特别的难过 就觉得怎么考的这么低 但有几次可能考了280 有最好的有几次其实考的比较好 就280多分 就是说每一门科目有考的好 有考的不好的 发挥的好发挥的不好的 其实都没有关系 就是考完之后 大家其实就是说调整心态 它是一个测试 高考之前都是一个测试 就大家有这种心态 它是一个测试 但你考的不好 其实它也有好处对吧 就是能够暴露出你更多的不足 然后大家要做的 就是去把你这个不足分析好 然后做定一个计划 去改正你的这些不足 那么考的好的 你要做一些总结 哪些地方发挥的好 这些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对吧 就是心态去这样一种正确的心态 去对待你面对得失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就是 是一个可能对大家是帮助很大的 大家一定要可以去记住这样一种 就不要去太太在乎 哎呀那些分数 那些排名那些东西 我觉得所有的在高考之前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浮云 我们要重视它 但是不要去距离于它 不要被它束缚的 对对吧 嗯对 就是要明白考试的目的是为了茶楼补缺 对 而不是让你就是 呃 在一个虚荣啊 一个头衔啊 这些都不太重要 嗯 然后就是少一点这种功力 心其实就 也就没有那种什么低谷或者巅峰了 这样对心态的波动 就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嗯 这学习是心态 然后我分享一下考试心态吧 就考试的时候 呃 很多人都会高考就面对 就高考失眠怎么办啊 我要不要喝红牛啊 喝什么之类的 嗯 我想说的是 其实 有一点点的小困并不会很大程度的影响你的发挥 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我语文的时候 呃 就是无论我多么早睡啊 呃 或者多么晚起啊 都还是毫不意外的犯困了 我在考试的时候就 这种程度 呃 有很大的去波动 呃 虽然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有一点小波动 但 呃 如果你能尽量的控制住你这种波动 你就赢了 呃 别人难 你也难 你难别人别人也难 你意 别人意 反而你可能犯错误 这样 呃 第三个就是考后的心态 就是考完一科丢一科不要去对答案 这呃 我在平常考试就已经这样 呃 搞过了 就不要去太过在意上一科的内容啊 我对没对啊 呃 或者说呃 呃 这道题就是没做出来的题 还可不可以做出来啊 这样没有任何意义 就举个例子来说 我呃 高考每一科其实都考完之后都感觉没有太好 因为没剩下什么时间了 呃 就拿语文来说 平常我基本上都是剩30分钟 呃 去琢磨第一道题的三个那个比较难的选择题 但是高考的时候我甚至 作文都有一点写不完了这种的感觉 呃 但 但考完 还有数学 呃 那个 呃 有些导数题没做出来啊 就是可能 呃 达不了自己原定的目标啊 但我考完之后就很佛 不去care这些东西 万万掉那些人已经考了 嗯 嗯 嗯 然后就呃 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 还有一个就是 要在平常的考试 小考当中 去戒掉一些不利于考试的习惯 把平常小考当做高考 就比如说很多习惯 比如平常看表啊 呃 我曾经就有一个这样的习惯 呃 举个例子来说就是 有一次化学考试比较难嘛 嗯 之前呃 选择题有几个不太确定的 然后 有机题就 最最后一道就最后一道有机题了 还在平常的看表 基本上是一秒一秒的频率这样 只要一道有机题花了三十多分钟 这这些有多么的得不尝试 最后搞的之前选择题也没有时间去考虑了 所以是非常划不来的 最后我干脆就破釜承重 因为我是近视嘛 我就把眼睛交给别人 然后手表不戴 呃 就这样 是 就是考试的 反正也看不到表 看不到表 就盯着试卷草稿 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去盯别人 这这一点在小考的时候就会经常出现就同桌 可能没分开 就观察重桌 哇 这人写这么快 我好焦急 怎么办 怎么办 然后 最后发现同桌其实跳了一些题 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插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 我记得以前之前我们在高中的时候考试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 他就发现他坐旁边的同桌 他在写前面选择题的时候 后面同桌就已经写到数学后面的大题了 然后他就特别焦急说怎么办怎么办 我是不是又做不完了 你看对方那么厉害 后面发现他同桌中间的填空题和好多题目 就完全空着的 根本就没做 然后所以他就直接自己把自己吓坏了 其实他的时间还挺英语的 所以就相当于这个 其实相当于给大家一个案例 就是说 不要去自己吓自己 对 就是你做好你自己的卷子 然后去 你不要去管别人 不要去管别人的东西 就是你把自己的东西做好 然后自己去把控自己 别人怎么的已经和你不重要了 他在不在你身边 他是不是你同桌 他到底在哪里 其实和你完全没有关系 你一个人在考试和多少人在考试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 已经对你来说其实都是一样的了 对对对 这个 还有一个小习惯 我觉得就是在英语听的时候 就很多人可能会去做后面的填词啊 或者改错啊 当然现在没有改错了 就是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首先你是以 听听力的时候 装 那种专注度去换取极为小量的时间 那种代价去换取极为小的时间 这滑得来吗 你 你 你为什么不能在后面 就加快一点速度去换取这些时间呢 嗯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我觉得刚刚海军有一个 就是我觉得我当时也是非常受益匪浅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当时高考也是这么做的 就是在考试之期 就是高考的过程中啊 我们会考完很多 就是说你考完一个科目的时候 你要 在考的过程中 你要专注于这个科目和复习 包括你考试的时候 一醒一意 不要去想其他科目 当他考完之后 你就完全就不要去想他这个科目 比如说我第一节课考的是语文 然后考完语文 无论你考的顺或者不顺 对不对 你考完之后 那你就比如下一节考数学 你不管你考的时候 作文有没有写完 所有的东西都都考的好一好 也不要考的不好一好 都把它抛至老后 彻底的忘记的 然后接下来你就聚焦在你的数学上 把一颗一颗就是步步为引 足够攻破它 然后考数学 考完数学不管你考的好 然后我下一个英语的话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把它 把它全部搞定 这个东西真的是 我觉得是很多同学是需要注意的 我觉得在高考中很多 有很多的同学 其实他就是很受这个影响 就是 考完一门 他觉得没考好影响下一门 然后下一门逐渐去影响 最后影响整个成绩 就是你每一科目 可以影响个几分 加起来就是好几十分 他就拉得很大 我觉得同学们一定要切记 就是说 考完一门科目 一定要彻底去忘记的 对 另外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 也是帮助 我当时这么做帮助也是很大的一个 对 一个好的习惯 所以想在这里面强调一下 另外的话 对于如何去培养你的心态的 在平时培养你心态上 我觉得我有几个经验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经验就是 我前面的节目也提到了 就是大家要去做一个叫 颠纷体验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希望每一个同学都能够去尝试 就是自己去花时间去功课 一道特别特别难的题目 就是说哪个那个题目 可能你平时花的时间 一天甚至两天时间 你去做一道很难 甚至很复杂的 你平时可能就是很难的题目 因为你把这个颠纷体验 就是这种这种题目做完之后 你以后就会有一种一段重三小的感觉 那么这种感觉对于塑造你自己的自信 和你的稳定你的心态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连这种题目都能做得出来 你以后发现你几乎能做完 只有高考还有什么题目 你做不出来的呢 对 所以你就会非常有自信 就是遇到再难的题目 你都不会特别的惧怕 不会去退缩 我觉得希望每一个同学 都能够记住这一点 都能够去尝试 这样一个颠纷体验的过程 第二点的话就是平时 我不知道你们平时 有没有那种 就给别人去讲题的过程 对对对 有些可能是老师 我觉得你前面说过老师 可能会让你在外面 就给大家去讲题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像我们之前是 比如说我琢磨出来一个题目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会把我的 无论是新的方法 还是我的这个东西 我去给周围的同学讲 或者说是 甚至有时候老师也会让我 到上面去讲 讲这个题目 因为一个题目 你能够做出来 不代表你真正已经吃透了 已经可以驾驭得了它了 已经完全掌握了 不是的 你如果可以以非常清晰的逻辑 然后给别人去讲出来的话 那么真的就说明 你真的掌握的挺好的了 是这个过程 所以 而且在讲到这个过程中 可以锻炼你对这个 知识体系 这个题目的驾驭能力 其实对你培养这个心态 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平时 一定要多多去和别人去讲 去分享题目 然后对于老师呢 其实也可以多让一些非常不错的同学 去讲课堂上 给别人去讲这种题目 你像 比如在家里面 如果你没有其他人讲 你也可以对着一个书 或者一个娃娃 或者是什么 一个课桌 然后去 去讲这种题目 特别是一些经典 非常经典的题目 通过这个过程 然后你平时的这种塑造 你真的到以后高考的时候 你真的就可以非常非常的运筹帷幄 而不要太担心 你也会有足够多的自信 你可以考得好 也不会有太多的焦虑 对 所以再加上海军刚刚提供的经验 我相信我们俩的经验 其实真的可以 希望可以能帮帮得到大家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然后去超 最好是每个人都能够超长的发挥出来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然后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梦想 我 perder多个人都能够取得到这种 什么时候 或者 非常低音 再加上海军